Renderforce.com 射程覆盖整个地球,和鞋带10颗核弹头,东风41相比还落后很远 近日,有媒体报道称,俄罗斯最先进的萨尔马特洲际飞弹已经进入量产阶段,即将在不久后装备部队 萨尔马特是俄罗斯最新研发的一款洲际飞弹,此前曾多次亮相俄军方的阅兵式,军事专家称,经过这几年的升级改进后,这款先进的重型涅体燃料洲际飞弹将正式加入俄军,成为俄战略火箭军的杀手锏。 作为全球少数几个具备研制洲际飞弹能力的国家,我国最初的飞弹技术也是从苏联学习,从此走上了洲际弹道飞弹的研发之路,随后开始独立研究并研发出东风系列弹道飞弹, 目前东风-5,东风-31AG,东风-41都拥有洲际打击能力,尤其是最新研发的东风-41洲际飞弹,在东风-31飞弹的基础上深度升级改进而成,该飞弹是火箭军战略和飞弹系统最先进的武器, 飞弹射程达到1.4万公里,从本土发射后射程可以覆盖亚太地区,具备洲际打击能力。 东风-41可以携带6至10枚分导式核弹,同时采用惯性制导技术以实现精准的目标打击能力。 不过,东风-41飞弹虽然性能出色,但并非世界最先进。 俄军即将服役的萨尔玛特洲际飞弹,比东风-41威力要强得多。 RS-28萨尔玛特飞弹的射程达到1.6万公里,能够覆盖全世界各个地区,定能携带10枚75万吨当量的核弹头或1枚千万吨级的氢弹,几乎可以催任何一个国家。 萨尔玛特是目前世界上市最大的洲际飞弹,由于该飞弹最大起飞重量超过200吨,所以难以使用轮式载具进行运输,只能使用发射井或固定发射架发射。 即便如此该飞弹仍然对美国和欧洲仍然拥有巨大的威慑力,因为该飞弹拥有40个诱导目标,可以引导防空武器拦截其他诱导目标。 媒体报道称,俄军正在加紧完成对该飞弹的量产服役和部署工作,未来将取代SS-18撒弹洲际飞弹,由于该飞弹的舍程拥有1.6万公里,而俄罗斯的国土又横跨亚欧大陆, 因此该飞弹在俄罗斯境内发射后,可以对全球范围的目标实现精确打击,包括美国、欧洲、澳大利亚甚至南极地区都覆盖在该飞弹的射程以内,因此美军事专家认为,萨尔马特飞弹是俄军对全世界发出的警告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